火箭又发飙了 再次上演爆关解球 不过这次并不是死对手赛安比 而是他一直非常心肠的丁军辉 究竟是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还是丁军辉做斯诺克惹怒了他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本场比赛是来自2020年斯诺克苏格兰攻击赛 火箭在率先拿到比赛赛点的情况下 竟然和丁军辉主动标起了斯诺克 这一杆解球难度还是比较大 只能从上底空来勾 如果一旦落球 丁军辉就非常危险了 没有解到 但是并没有落球 看一下火箭怎样去选择 是自己去打还是让丁军辉重解 还是选择自己打了 好球打住了红球 白球藏到了篮球和库边的缝隙中间 这杆斯诺克做的太绝了 想要一杆解到的话 真的是难入登天 白球靠着库边 很难去把控出关的角度 果然没有解到 被罚私分的同时 而且还形成了自由球 但是火箭并没有选择进攻 也没有选择去复位 而是轻推咖啡球 让白球紧贴黄球 再次做上了一杆精彩的斯诺克 不睹不说 能将做球和进攻做到极致的 恐怕只有火箭了 丁军会是被逼到了绝境 不再忍让 成功解到红球的同时 利用粉球再次形成了反座斯诺克 如果论起做球 恐怕丁军会不惧任何选择 火箭一护解球 差点是把红球解禁了 但是运气非常的背 白球直接是摔袋 火箭的表情也是非常失落 刚得到四分 又被罚了四分 好球 丁军会再次利用篮球 坐上了一杆斯诺克 但是接下来火箭的举动 彻底是打乱了丁军会的正脚 火箭再次上演 包关解球 看来真的是非常有火药味 可能让原本绅士的运动 风格突变 而这样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影响对手的心态 此时丁军会这杆也是有点犹豫了 不过心态还是非常的沉稳 稳稳地选择了一杆防守 火箭低杆打到红球 再次利用黑球坐上了斯诺克 火箭则是要将斯诺克 进行到底啊 丁军会也是当仁不让 一顾解球 成功解到 顺利化解了这次危机 现在火箭是落后了22 台面最高35 必须要清台 才能一下这局 本想继续做球的火箭 却出现了马斯前提 白球率先碰到了绿球 不但没有坐上斯诺克 而且还给丁军会 留下了长坦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丁军会 能否把握住机会 一举拿下 夏奥良成功打进 而且白球两裤下来 叫到了黑球 就凭丁军会 大师级的防守和细腻的围球 绝对能排到世界前三的水平 现役的中国选手 在这连累上也只能仰望 还是需要向丁军会 多加的学习 打进了黑球 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而且白球顺利叫到了黄球 这一次火箭 应该是没有机会再站起来了 咖啡球角度正好向下 较为篮球角度 还是非常舒服 没有问题 准度非常在线 其实这样的丁军会 真的是看一场扫一场 相信很多球迷都是火箭 和丁军会的粉丝吧 没有问题 丁军会打进了黑球 成功续命 丁军会打进了黑球 进入黑球 taped 散动会打进入黑球